好了 那各位亲爱的赛斯家族 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讯直播 是在赛斯教育基金会 台东的赛斯海 那很开心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这个全新的开始 那我们要上的舒适未知的思想 那这个春暖花开 可是今天这个 这几天赛斯海都这个阴雨绵绵 那也因为这个天气很凉爽 所以这几天我们就去整理后山 那来过赛斯海的同学都知道 这个赛斯海的这个 面对太平洋的这个无敌美景 可是大家刚刚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还有一片山里 那这个山里里面 因为都是属于这个 比较懂坡 那这个懂坡 也就 就 很少人能够上去 那 也因为比较人机汉制 那里面呢 大概就是很多的野生动物 比如说山羌啊 山猪啊 然后有一些猴子很多啊 那这个野生动物这么多 所以这片山里就不太容易更多人去 那我们这两天 就我跟这个我们的副团长 赛斯公副团长赵金 还有鱼肉 还不是来个鱼肉 因为我们几个山的里人 就突然面想说 既然未来赛斯家族 更多的人会上来这片山林 慢慢的去做自我面对 自我整理 所以我们就开始 증명 这一座后山 那本来想的就是 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或者是 其实我们想的是 应该很困难 那就是拿着小剪刀 拿着我们 很简单的小工具 我们就开始了 那我这个人 做事经常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呢 就 哇 一直做 一直做 那这两天 真的 可能是酸痛 因为很少 很好做这么多 又要砍啊 又要拔 不过很开心 如果大家有看 这个赛斯海的粉丝专页 就会看到 哇 原来 我们有一个 这个非常漂亮的后山 甚至是原始生理 那好像有声音 在这边回来 这样吧 对 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有两个声音 那据说今天我们就是 要在赛斯电视直播 那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的设备 都还不太理想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抱歉 因为这个就是一路蓝脸啊 那在我们整理之后啊 那我们就发现 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小小的原始生理里 有很多高大的树木 就是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是发现 它进来了好多巨大的石头 每一个石头都被藤蔓包住了 所以刚珊珊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这些石头长什么样子 除非说这个石头很巨大 慢慢的我们看到 哇 这石头好漂亮 我们把这些石头身上的 这些枝枝杂杂的藤蔓把它去掉之后 哇 就发现 每一个石头都长得好漂亮 那我们也把这个大树身上的 这些被攀爬的这些藤蔓植物 做了一个清理 那也发现 哇 每一棵大树都长得好特别 那今天我们要上个书是 未知的石像 那我昨天就仿佛在这两天 闯进了一片未知的森林 那未知就是 我也不知道它实际上长得什么样子 可是就这样慢慢慢慢整理之后 发现 哎 长得真好 长得真好 就是每一棵石头 每一棵树都长得真的好特别 那现在就是要跟亲爱的赛斯加鲁讲 未来各位如果上了这一座山 就会发现 我们多了这个神灵的秘迹 那我们有这样小小的 一座小小的人史神灵 那神灵里可以静坐 可以远观太平洋 所以在这里就先跟大家讲 这个好消息 就是经过这两天的整理 那我们发现 除了来这边看海 看日出 看月亮 看西空 那更重要的是 可以来这边森林里 享受这个森林意义 可以在生命里安静地坐着 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 这是这一座山的神秘之处 那也在这两天 被我们这样慢慢地把它打开了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请 这个提摩花园的福哥 那我们也请他 协助我们 生命里的这些 比较杂乱的部分 清理清理 那我们又清理出两个平台 这两个平台 可以听到海浪声 那也可以看到太平洋 所以感觉就是在赛斯海 这个小小的行李家园 越来越开阔 好那今天我们的 要进新的书本 那本来这个礼拜 是我们的生活体验影 可是因为这个招生不足 所以我们就临时停办 那停办之后 我跟职工团的副团长 就赶快上来 就我们现在这里需要整理的东西 我们就赶快整理了 好那两个洛林子跟都督三可 因为都督已经在山上一年了 可能比较像扶鸡了 那我们真的就像肉鸡一样 到了生命里 真的很辛苦 但是很开心 我们以为自己很弱 可是真的刚刚我们开始 这个轻力轻微 这个拔草啊 砍树啊 拉腾啊 做很多身体的这些极限动作 感觉蛮好的 感觉蛮好的 让它想象比较难过关 但是面对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OK的 好那 那我们今天就要正式进入我们这本书 这本书叫《魏理知的实相》 那魏理知的实相长这个样子 现在 现在有新版吗 还是一直都长这样 那我就想 好神奇喔 好像我很少穿黄色的衣服 前面两次在讲梦境话 以价值完成的时候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穿着黄色的衣服 那一直到这个海报出来 我就看 咦 怎么跟我那两天穿的衣服很像 我现在有一个提前预告的感觉 那我们真的就要进入今天这本书 叫做《魏知的实相》 好那我们先来看赛斯就《魏知的实相》写的序 好吧 好 那这个序呢 嗯 在这本书各位要看这个罗马文 我一直都不太会看 就是两个X一个V一个I这里 好那我们来看赛斯写的序 每个人都是《魏知实相》的一部分 每个人喔 不是谁 只有谁 那在这个部分呢 是在1974年的2月25号的第685节里 那赛斯在10点57分开始讲述下面的这个资料 那现在有一个魏知的实相 那赛斯说我是他的一部分 而你们也一样 好继续 赛斯说在许久以前 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时空里 从那时候开始 我跟许多人说过话 而这是我的第三本书 还记得吗 那是第一本书是哪一本 灵魂永生 对 灵魂永生 第二本呢 这个第三本 好 赶快翻开注解看一下 反正它有注解嘛 对不对 所以在第一本书 灵魂永生之前 赛斯是从1963年就开始传述赛斯资料 但是灵魂永生并不是第一节 对不对 第一节到第510节 全部都是属于诗人课 跟赛斯的早期课 那吃人课跟早期课 全部都是为了要整理 真跟罗的整个心理通道 也就是他所有潜意识里 所积压扭曲变形的 一些所谓的主观感受 甚至是在整理 甚至是在整理 真跟罗他们这些主观感受背后的这个信念系统 因为我们的信念系统可能也都用了很多年 而我们不自觉 我们不自知 那当然赛斯要把这整个既古老又新的观念 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他必须对于要传述的人 有更多的整理 那整理的部分 当然就是针对心理的部分 那我自己开始研读赛斯资料 就是亲自开始研读赛斯资料 大概也是从我遇见赛斯之后的第三年才开始 意思就是说 我是因病入道 那我因病入道之后 一直到2003年初 大概在2002年底 我才开始亲自看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也就是我们上次结束的这本书 那从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是跟着徐医师在高雄的读书会开始的 那我真正自己一个人亲自看赛斯资料 是从2004年的这个9月 那这时候就是我先生开始即将面临最后的一程 那我就拿起健康之道陪伴他 那健康之道 读完之后 那我就因为他在04年的11月份过世 所以呢 我就亲自自己一个人开始读灵魂永生 就是赛斯的第一本书 那对我而言 在看灵魂永生之前 我整个都在缝离我自己的心理通道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那这个悲观相对的也比较自卑 那就很多自怜自爱的这些心理结构 那当我开始自己念灵魂永生的时候 那确实也都是看不懂 真的都看不懂 那但是有一个强烈的内在意图 是我想要进入一次元 那时候比较好玩 就带着一个很明显的目的 就是很想要进入一次元 然后去理解人时了以后 到底会到哪里去 所以呢 现在看到赛斯在讲述这一本 《贵之的实相》 那他也开始在讲 每个人都是贵之实相的一部分 那赛斯说如果我是以一般的方式 藉由肉体诞生在你们世界里的话 那这一切对任何人而言 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反而我却开始透过 曾博国之说话来表达我自己 所有这一切当中都有一个目的 而这个目的的一部分就蕴含在现在这本书里 好 那所以假设今天赛斯是用一个转世的人格 来跟大家诉说这个赛斯心法 那他说看起来就不奇怪 对不对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活佛 很多的大师 那这些人在跟我们讲这些观念 我们不觉得奇怪 可是反而是要借由一个通明人格 那他透过曾博国之跟我们说话 那表达的是赛斯自己 那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目的 就是蕴含在这本书里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目的就是 这是一个未知的实相 这是一个未知的实相 他很难用这个转世人格跟我们说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讲 每个这个人都是未知的实相的一部分 可是由于赛斯说 他说我的地位 我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比我们更是未知实相的一部分 对不对 因为你很难定义他是什么 你很难定义他叫做一切万有吗 他叫做阿弥陀佛吗 他叫做观世音菩萨吗 他叫做基督徒的上帝吗 很难对不对 很难定义赛斯是什么 赛斯说我在心理上的觉知 连接到你们有意识觉知的世界 以及其他至少仿佛逃过了你们注意的世界 就是说赛斯跟我们很不一样 他也有他能量人格的心理指数 那他在他心理的觉知上 他是直接连接到我们有意识觉知的这个世界 还有他说至少其他仿佛逃过了你们注意的世界 那他意思说他的心理的结构不只是连接到我们 现在有意识的这个世界 他是直接又连接到我们完全碰触不到的世界 哇这个就更神秘了 对不对 他不只是理解现在表意识的我们 他可能更理解我们潜意识跟古意识的我们 好 那赛斯说 我透过他说话的这个女人 发现他处于一种不寻常的状况 因为没有任何理论 那形式上的心理的或其他 可以适当解释他的经验 这使得他要去发展自己的理论 而这本书是某些已经在意识的探险里 提过的概念的一个延伸 那为了写那本书 鲁伯汲取了能量的声援 好 各位看看 比较少看意识的探险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非常有趣 这是鲁伯后来 借由这个探路自己未知的实相 而产生了一本叫做 多面向的心理学 那这本书叫意识的探险 那这本书其实看起来很容易 可是很难懂 那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有理解 就是在2003年 那徐医师开始用这本书 在另外一个协会 新生命协会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矮友 那徐医师用这本书 做我们的读本 那开始在那边 带领 每个礼拜一晚上 带领很多的 还有一起读这本 这个老工作者 那我们就来个礼拜一 跟徐医师到新生命协会 然后进行这本书的探险 那为什么当时要用这本书的探险 做我们的读本 我想因为我们大概都不太理解 我们自己多重刺人的人格 跟我们自己多面向的这样的人格 因为在过去 假设你的人格是这样的 那可能会被定义成为这个精神分裂 或者是这个不好的 可是这本书是在告诉更多的人 每一个人格里面 它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的主人格 假设可以把这些整合起来 那我们的人格就会比较强壮而有力 所以赛斯这本序里面 就特别提到这本书 《律师的探险》 那这本《律师的探险》里 到底讲了哪些东西 比如说讲到鲁伯的苏玛利人格 讲到鲁伯有一些过去经验 他的转世的通名人格 讲到在他们县世生活里 鲁伯跟罗他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逃避人格 那甚至也讲到鲁伯 他针对爱与性 他是用哪一个人格特质在面对 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 但是真的很不好懂 因为他毕竟是未知的实相 他毕竟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 未知的实相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11点11分这里 赛斯说 可是以你们的话来说 这个未知的实相 是未知到超过了最具弹性的意识 所能契机的 意思就是说 既然叫做未知的实相 所以就不是有意识的 你就可以碰得到的 甚至你也不是用你理性的头脑 或你所谓国籍的思考 可以碰得到的 而他只能被像我这样一个 潜伏在其中的人格所趋近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赛斯这样的人格 而这样的人格叫做知晓者 对不对 有一个知晓者 有一个那种内在灵光一闪的 这种直觉的知晓者 他才能够碰触到 我们这种所谓的未知的实相 不过一旦了达之后 他就能够被理解 那么我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使这个未知的实相 为你们有意识的知晓 好 一样 那赛斯再次来到这个物质实相 那藉由博跟罗这样的协助 就是为了要来带领我们 翻越已知的山峰 到达未知的实相 所以已知的山峰 是你看得到的 对不对 你看得到 你摸得到 你感觉得到 有证据的 就是未知的高高山 你有时候翻不过去 有点像我们这两天 在整理后山 突然间发现 看着天光在不远的地方 我们很努力的往上爬 就爬上去了 还有一个遮蔽物 再往上爬 还有一些遮蔽物 可是你明明知道 海就在那里 你也听得到海上声 可是就不知道 你还要穿越多少这样的米藏 你才能碰得到真正的海 昨天我们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 就是我们以为 我们就爬到零线嘛 那就很简单的理性思考 就是既然爬到零线了 那我们的吉祥去后面 因为那个山坡是比较缓坡的 那我们也知道 那个也在 就往那个陡坡上去就到零线 我们的认知嘛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 一看下来 就可以看到 新龙花园的梦想起飞亭 这新龙平台 那我们就开始要定标了 假设都没有路 那也都是杂草重生 我们那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零线 回到我们的这里的家 就是我们的教室真 好玩的 就都都的想法是往那边去 那我们的副团长赵金 就开始Google 那我们现在都拿着手机嘛 所以不够美了 那我妈就开始想使用我的直觉 这还蛮好玩 这三个人在山上就玩这个东西 那我就说 我这个人直觉一来 那都都就说 让老师走一走啊 反正老师等一下直觉就会出现 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要走了 神派人来 就很好玩 因为我们三个女人 那杂草这么高 我们要走过那些杂草 那我其实真的是想走一条零线 把那一条零线走出来 这时候又看到 我们请这个福哥 妈妈妈 祭食 树 帮忙 有他看这三个女子 怎么一下子不见了 我要爬到多高去了 那他就放下他的工具 就一路找上来了 那我们一回头 他就在我们旁边 然后就说 走 带领一下山 好神哦 那当然有他带领 他对这座山是熟门熟路的 那他也协助曹庄谱在这边整理很久了嘛 那当然就这样把我们带下山了 那很快 大概在五分钟十分钟 我们就下山了 那我现在要讲的也是那种 你的内在知晓者 他就是会去启动很多要协助你的人 我自己觉得 这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 当一切事情看起来无能为力 看起来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挫败 是一个不舒适的情况 那我们这时候 大概能做的就是交坡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内在 开始学习交坡 可是交坡毕竟是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为交坡是 我不再用我的头脑 我也不再用我的眼耳鼻 神声去说说 我仿佛要进入我更深的内在 去沉变 去静下来 那这个东西 在这个有人格行动的自己 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的头脑每天都在想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说 我要说过你 我要做到让你没话讲 怎么做 怎么错 怎么说 怎么难 是吗 这也是昨天我很早就回到房间 那因为我觉得有些事在困扰我 那我如果在多说多做 那就是更困扰了 那我的转移就是去追一句 我们先承认 我是在转移一些 我觉得是困扰的时刻 那时候交坡 我就是交坡给戏剧 那我昨天追的戏 是那个大陆回来的家人 然后凯杰建议的 那我一直都没看 如果你看到那个戏那么多集 我就不想看 第二个是 什么君师联盟 那不是都是在讲权魔吗 那我 你要一听到那种权魔的东西 我就会抗拒 可是这几天 真的很多事在困扰我 那我就必须把自己转开 我不能太焦灼在 第一个转开就是 亲自去整理后山 就是在生活 那现实行动上 我去做一些会耗费我的体力的事 那第二个转开 就是去追剧 那我就真的开始看君师联盟 哎呀真的 我觉得人活着啊 有时候还真是需要有一些权魔 但是我看到两个不同的人 一个叫做杨修 一个叫司马懿 那在这些历史人物里 功过 自有这个历史诡异的评断嘛 大家都知道正史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正确的 那我想这个君师联盟 比较像这个拜官延史 那他就在讲司马懿跟杨修 两个都是在那个年代 绝顶聪明的人 那因为绝顶聪明 所以他们在看时事 他们在审舵时事 他们在想要辅佐哪一个明君 他们就有自己的选择 那好玩了 这个杨修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非常的有决断力的人 那他选择的他的主公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诗人 曹子 大家知道曹子健 有没有 主斗燃斗鸡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吉 他扶植的是这一个 比较软弱的 这个内在很仁善的大师人 是曹操的很疼爱的 历史的儿子 那司马懿看起来是一个 优柔寡断 甚至是情直很浓的人 历史就是说 他对他太太的爱 他对他家人的爱 他对他兄弟的爱 他对他父亲的爱 哇 那真的是浓到不可 那 这么样的一个人 那 他选择辅佐的人 是曹操的 这个第二个儿子 也是后来接掌 魏国大业的曹批 好不好玩 曹批大家都知道嘛 生气多疑 然后他对人 从来都是公益倒下的 我现在还没有看 我只看大概三分之一吧 因为很多很多 我先看到的就是很好奇 就是 原来这个魔尘 他跟他的主公之间 还正是有一个互相补足的部分 比如说曹子健 那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魔尘 就是非常的决断的 就是在关键时刻 杀人也不惧的 那曹批的这个魔尘 竟然就是那种 哇 想很多想很多 什么东西都想到很周全 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 而在行动上 是有一点优柔寡断的 如果你问他话 他可能就是那个闷葫芦 他可能 你问他半天话 他可能过了半天 才回应一句话 我在看这出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好玩 我的意思是 在现象界 原来是需要有这样的 一个互相的补足的过程 那当然在本体界 没有话讲 人物本一体嘛 这怎么样的杀物 那回归到本体界 一样都落入了平和 落入了这个合作 那怎么讲到这个追剧去了 好 就是我自己转移 好 也转太远了 那我们就转回来吧 我们再回来看看 OK 那从历史上来看 怎么接历史了 从历史上来看 人一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 现在他知道 编分有此了 但他能执着于一个神 一个自己 以及借以表达 这个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些概念 是有一个神 但在他之内有很多个神 是有一个自己 但在他之内有很多个自己 在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身体 但自己在其他的时间里 有其他的身体 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 哇 请把这一段全部划线 因为这一段已经把 未知史上的精髓演出来了 来 我们一起再念一次 是有一个神 但在他之内有很多个神 是有一个自己 但在他之内有很多个自己 在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身体 但自己在其他的时间里 有其他的身体 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 好 这句话难不难 听起来不难 好难哦 对不对 好难 好 我们继续看这里 我们刚才在讲这个追剧 追到历史去了 结果 现在我们就回来历史了 那下次就讲 以历史性的说法 人类选择了某一条发展的路线 在其中 他的意识专门画了 其中焦点在极为特殊的经验上 但从心理及生理上来说 永远与生俱有改变 那个模式的可能性 一种会有效的把人类提升到 另一种气候的改变 不过这样的一种发展 首先需要扩展对自己的概念 并且对人类潜能有更大的了解 人类意识目前正处于一个阶段 在这里面 如果人类想要达成它最大成就的话 这种发展不只是可行的 并且是必要的 好 这真的跟我这两天在看着这个 军师联盟 有好多相关的东西 我们先回到 刚刚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一段话 是有一个神 可是在神之内有很多个神 对不对 来 一切万有之内 有没有很多垂牛 所以并不是只有一个神 对不对 那我们很执着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是佛教徒 那我们就觉得佛陀 阿弥陀佛才是神 那如果真主阿拉才是神 耶稣基督的神 就是上帝 可是讲真的 万事万物都是神 意思是什么 即便你是一个人 你的内在神系也无限的巨大 有没有一个神是爱基督的神 有 有没有一个神是无师的神 有 好 请问各位内在有没有这些 有 有 有没有一个神是爱恨分语的 有 有没有一个神是人我不分的 有 有 有没有一个神很想依赖 有没有一个神很想独立自由 哇 我们自己里面就有好多个自己 对吗 好 那再来更困难的是 你在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身体 可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有好多的身体 但是前提是时间是同时存在的 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能够记录心理时间 我们要能够记录广阔的现在 对不对 因为只有记录心理时间 记录广阔的现在 我们才能先放下对现在这个身体的执着 让更多还非常的健康 活泼 然后有能量的身体出来协助自己 好 这就进入我们的第二青春期 请问第二青春期的人 有没有正在 启动更多的身体来协助现在这个看起来渐渐老朽的身体 那渐渐老朽的身体是在时间之内吗 那在广阔的时间里你有没有很多个身体 它存在不同的时间焦点 对不对 好 那我再讲更简单一点 有没有一个想象的时间是在你的小时候 有 有没有一个想象的时间是在未来 有 有没有一个想象的时间是在你的可能性 了解了 那当你运用你的想象进入你的过去跟未来 甚至进入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请问你有没有也正在使用另外一个身体 有没有 对 可是怎么把这个想象带回到现实世界 来取代现在你正在使用的身体 好 我再讲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 嗯 啊 一个在谈恋爱的人 如果他进入谈恋爱的那种爱领 他有没有突然间看起来比较年轻 哎 对 他有没有 正在使用跟他本来不一样的身体 有 哎 哎 一个正在悲伤难过挫败的人 你有没有一看就觉得 他看起来怎么老了好几岁 有没有 哎 这样各位就了解了 嗯 但是一个时间都有一个身体 对不对 可是如果 嗯 我们现在会使用这个想象力的练习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嗯 让我们现在使用的身体 嗯 在大效卫力之点改变 嗯 有 这样子 那一个生命的人 他正在使用 他在这个时间里 正在使用一个生命的身体 对不对 嗯 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协助自己 协助自己改变身体的焦点 刚刚刚我讲嘛 追剧嘛 对不对 嗯 嗯 嗯 去做身体劳动嘛 好 好 然后呢 对 然后还有静坐嘛 冥想嘛 对不对 好 那这适度的把你自己从你交着在身体 现在身体的自己拉开 然后去用另外一个可能的身体来开始取代 现在可能正在硬碰的身体 所以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解离 这样 理解了吗 嗯 还不错 对不对 嗯 好 看起来好简单 嗯 我今天看起来就很疲惫 对 对 声音差好许多 这样 加油 加油 对 加油 好 那师妹要加油 好 因为这个 昨天在看戏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一个东西 嗯 嗯 这至少是我现在人格 嗯 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吧 好 那他不见得就是好 阳修跟司马懿 那 阳修在很多观念时刻 都是为他目的 不择手段 那他不择手段里面 甚至他杀人 他也在手不洗 他可能杀一个人 可以救天下 他是这个概念 那司马懿是 你在很多观念时刻 他绝对不去杀人 他觉得既然千秋大业 就是要让天下太平 那 眼前就算是敌人 也不能下 哇 我好佩服是马力 我真的很佩服是马力 而且 我超喜欢 他的那种 节操 那 甚至他在讲一个东西 他说我眼前没有敌人 因为曹操知道这个人很聪明 那要用他 他都一直不肯 后来当然他是被 这个曹批还曹黑 三吹四请 甚至幼稚 用很多方式把他请出来 他跟曹操之间就建立了一个共识 就是他只想当他的朋友 他不想当民财 所以他先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很平等的角色地位 那曹操在末期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个人有魔士之财 那当他要杀养羞的时候 那曹操就问他说 这个人很奇怪 你很喜欢去这个狱中探访的敌人 那个曹操就讲 我一生没有敌人 在我眼中 都是我可以学习的师长朋友 哇 我不知道耶 我看到那一段话 我就 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敌人 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关系里 是这么的为难 这是我这一阵子经常在想的 我没有敌人 可是为什么在很多关系里如此为难 那我是一个烂情的人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被徐医师骂得很惨吧 所以我的人格一直在学习一个东西 就是人我分析要清楚 然后很多是要就事论事 我记得徐医师也教导过我 就是既然要就事论事 当然一定要基于不信任原则 因为就事论事 就是基于不信任 那我真的很错乱 我真的会觉得很错乱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在订定任何的约定的时候 是基于不信任 比如说婚姻约定好了 有没有先基于不信任 所以我们才要约定一夫一妻 各位理解吗 如果都信任 那干嘛还要一个婚约 所以一定是先基于 尤其是法律这个东西 他绝对是基于不信任原则制定的嘛 可是人为什么要先就不信任 才能回到信任 所以我想了一年 从去年想到今年 我才慢慢想透 可是我还要先承认 外面想得很透 我这个烂情的心 有时候还是觉得 还有这么必要吗 有需要在这个很多的行政规章上 这么具细迷迷的立下规定吗 有需要在人跟人之的这个互动里 是不是没有关门 没有蚊子一直进来 就是要立下这么多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我最近经常这样想 所以当看到司马懿 讲出那一段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介事练习 真的觉得任何的关系 它先基于有一个游戏规则 那我们先在这个游戏规则里 去映造到自己的害怕 自己的恐惧 担心 自己的感觉到被约束 然后感觉到被不信任 感觉到很多很多在人性上 以为不是说说就好了吗 我先承认 其实真的在这一年多来 我真的就介事练习 我的人格学习成长很多 从我如此的滥情 容易为私情所困 到现在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无情 那会觉得我只要在跟你谈事情的时候 我绝对要让你清楚 你我的界限在哪里 只是这是我人格上 很难跨越的一个高峰 我真的必须承认 我的人格有我的局限 我觉得这是我的格上 正在跨越的一个意识的位置 所以很好 我觉得今天的课 好像也疗愈到我自己 也疗愈到我自己 那我们还有很多个事情 那他这里又讲到 在历史性来讲 人类选择了某一条发展的路线 那在这个选择里面 他的意识就会专门化了 而且集中焦点 在这个很特殊的经验上面 但是从心理跟生理上来讲 永远都有 这个与生具有改变这个模式的可能性 一种会有效的把人类提升到 另外一种气候的改变 这段话就是在提醒我们 你选择到这一次来 你现在选择这个角色 选择这个身体 选择这一段关系 它只是你的一个选择 而且因为你的选择 这个你的意识就会被焦点化 会被专门化 所以你的意识就会集中在 这个焦点里 就变成人格的一个特质 可是它同时提醒我们 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当你焦点的在这一个状态 跟这个经验里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有诸多的可能性 在周边工理集取 意思就是当你觉得 这个过度专门化 焦点化的自己 已经很不舒适的时候 改变就可以随时开始了 了解吗 比如说我们太焦灼在身体的症状 而过度焦灼之后 你就会不断的想解除那个症状 对不对 那想解除症状 你的整个意识 就会变得很专门的 很聚焦在那个症状上 结果那个症状就会被问题化 那问题客观化之后 你就必须去解决问题 结果那个问题就会被放大了 好 来 解救之道 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周边等待你 我们刚刚讲有意识的解离 比如说让自己转到历史距离 或转到爱情距离 去让自己的意识焦点稍微的松掉 另外一个就是开始带着身体去做有建设性的行动 那当然静坐冥想用想象力把自己带离开 目前的眼耳鼻舌身的焦点 然后进入不同的状态里去汲取不同的能量 有没有很多办法 有 都在周边 因为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 好 那我们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开端 可能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好 我有时候也是会太聚焦了 太 太 也算是一个执着的自己吧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我们再继续今天的魏姿的十项的这个赛斯的这个续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不要 我来宝礼 来看看 不用 我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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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的 未知的实相 好 开始吧 好 那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要理解自己 是有一个自己 但是在我们自己之内 有很多个自己 那在一个时间里 只有一个身体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 所谓的广阔的现在 在进入可能性的自己 我们又可以 激取更多的自己 来取代 现在焦点的身体 或焦点的自己的不舒适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也算是在讲 因为当我们进入可能性 我们可能会把整个心理气候改变 也就是意思说 我们的整个心理结构 是会重组的 好 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发展 首先需要扩展对自己的观念 好 就是你存在的观念 好 并且对人类潜能 有一个更大的了解 那人类意识 目前正处在一个阶段 在这里面 如果人类想要达成它 最大的成就的话 好 那这种发展不只是可行的 并且是必要的 好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人类的意识 已经达到了一个 要翻越过去的阶段了 要扩展了 可是我们现在都还是用 我们旧的信念 变成我们的焦点 结果我们还是太专门化在 原来的神身 而忽略掉我们更多的 内在感官的部分 忽略掉我们更大的可能性 那这个是需要 再进一步的探索的 所以为这个神像 是要带领我们 探索意识的广度 宽度跟深度 好 那我们继续来 好 到某个程度 珍伯伯之的经验 暗示了人类心灵的 多重次元的本质 并且给予 潜藏在每个人之内的 一种能力的探索 这些都是你们 种族传承的一部分 他们显示出 那连接你们 居于其中的 已知跟未知实相的 心灵桥梁 意思就是说 珍伯伯之 他现在的经验 已经在暗示了 人类心灵的 多重次元的本质 那我们从真的 身体变化好了 珍到后来 他是 肺众伯伯之心灵桥梁 那他也在最后的一本书 叫健康之道 可是在健康之道里 我们还看到 珍还是有很多的自己 在做不同的展现 比如说 在最后医院的阶段 他还继续写诗 他还继续的 传说善事资料 他还是继续的 进行多重次元的连结 所以他没有办法 用现实的看见 来判定 这个人怎么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会用 现实的看见 听见 来看这个人怎么了 比如说好了 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些年 我们的学习历程里面 后来我们经常会觉得 哦好开心哦 啊好开心哦 啊好快乐哦 过去的开心和快乐 一定是我拥有什么嘛 我仿佛拥有很多败债的 民意地位啊 金钱啊 或者存款很多啊 或者我的关系也很好啊 我才会觉得很开心啊 可是现在很糟糕的是 你说很糟糕也怪怪 可是我们其实在一段 不舒适的关系里 我们甚至也会说 哇好开心哦 那人就会觉得 你现在是真开心还是假开心 比如说像我们这两天 我们进入后山 其实如果以一个 现实的身体来讲 我们应该累到 这三个女子 大概应该累到 因为我们真的是累到 手都举不起来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三个竟然 还一直 哇哇哇好开心 然后多多也一直讲 这是我们的副团堂上来 做这个苦工 这个人在自己的 现实的角色里 是不需要做苦工的嘛 那什么事 老公都帮他做得好好的 那店也开得好好的 那金钱什么也没问题 那干嘛回到赛斯海 然后做得这么累 然后还要去砍树 拉藤 然后人家 福哥还教他 角度 那个镰刀要怎么砍 我们这种女人 什么时候拿过镰刀呀 可是这么痛苦的事 我们就讲 哇哇哇好开心 哇哇哇 那我们到底在开心什么 莫名其妙 对不对 那哎呦 我觉得我带出来这一群人 一定很愧疑 一定非常的 很不够现实 你可能关系根本就是在败鬼当中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钱 你可能根本 物质生活过得很惨 可是你干嘛 一遍到 散现了 你好像很快乐 尤其是生活体验 你 拨出来的 都是吃喝玩乐 怎么会这样 你们是很有钱吗 你们是过得很丰盛吗 没有 各位一定不知道 在赛斯海的跟赛斯平东的每个人 其实生活有多节俭 结果多节俭 我们能用什么东西 甚至我们可能今天吃过东西 明天后我们再煮 又变成一道新的菜 都都在山上我就知道啊 他可能我们留下来的食材 他可能一个人就吃了好久 还是在吃那一锅 那我戴上来的衣服 有时候为的是 有时候这里气候变化很大嘛 然后我就放在衣柜里 有任何同学来了 假设真的刚好没有准备到 这个要防晒的会冷的衣物 我就跟陆陆讲 随时打开衣服去找 找那可穿的 就在物质上也许我们并不丰盛 可是我们在心灵上如此的丰盛 那这怎么理解 这怎么样的理解 你们觉得你们 你们是用工资源在过爽日子吗 可是在这里每一分钱 都被这么紧张 这么的小心的用着 大家一定不知道 在塞斯平隆跟塞斯汉 我们的管销成本是最低的 我们是管销成本最低的单位 我要检讨 我为什么让我的伙伴 这么的节俭 而别人看到的是 我们过得如此丰盛 我是不是有病 我觉得有病 我说我本来就生病 我真的要好好检讨我自己 我真的要好好检讨我自己 我爱漂亮 我爱夏天 这也是我人格上 也有需要整合的东西 也因此 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存钱的 我的孩子 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有时候我上塞斯汉 我带着钱我还会跟杜杜说 这个钱没花完 我不是要塞 可是这个钱是我自己的钱 我可能会还没上山前 就先跟杜杜去市场 来我们这几天能吃的东西 我没有花空块 那在山上 我们能吃什么能用什么 我们就是尽量可能我们一天煮的东西 我们好几天 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变化的人 可能在我的巧手之下 我们的食材变得很好吃 那这些也许就是我内在的丰盛吧 我觉得它很棒 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带给更多的人 那在评宫也是 所以如果到评宫看 评宫的伙伴 真的很会做这些吃的 很会整理那个家 那如果再仔细看 会发现我们用的东西都不是全新的 我们可能用一些旧的东西做改装 我们可能自己亲手缝制 我们可能就是在我们能亲自动手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花钱请人的 比如说在整理后山 第一天我们是一毛钱都没有花的 三个女人自己做 那昨天实在是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人 协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花一天的钱 请福哥协助我们 把我们的山区的范围先整理出来 所以你想象不到在这一年来 赛斯海是用多少的经费 在营运这个地方 一方面也是我们必须 对于捐盘给赛斯海的任何人 有一个交代 这一方面基金会它本来就是一个公益组织 我们本来就是取之于四方 我们一定要用之于八方 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这么公开透明的 但是我们的开心我们的快乐 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钱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外在的现实拥有什么 是因为我们内在如此的丰盛喜悦 而理解生命的为什么 了解生之何来 死往何处去 甚至更理解一个世界是怎么映照到我们本的心理结构 而我们在整理自己心理结构的时候 仿佛探尽了我们自己未知的世界 而感觉到如此的神情 这么的广阔 这么的无限可能 而我们是那个创造者 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喜悦 是这个东西让我们非常的能够在受苦的时候 觉得正在争议我所不能 而不是在受苦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可怜 觉得像我们以前也曾经这么悲观过啊 可是现在所有的在做这些 其实是身体很累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正在觉得我们在争议自己的不能 我们正在在此生人格 在更多的更强壮 而有弹性的被加强着 我们因此而觉得好开心好快乐 所以我们的开心快乐 会不会已经变被误解 成为仿佛我们有多少的物质 而我们是 这真的是我觉得我要检讨啊 我真的要检讨 我怎么会让我们的工作团队 被人家看成是我们爽爽的过呢 可是为什么亲爱的各位 你们真的爽爽的过吗 还是你们真的赛斯屏东 赛斯海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带领人 其实你们很辛苦 我要先跟各位说 辛苦你们了 比如说我们这两天 我想督督跟赵金 大概连走路应该都不好走吧 因为连我自己走路 如果那个脚痛到举步为尖 手昨天还一直在那边 我还有一只手其实还不是很顺嘛 昨天一直在跟这只手道歉 也在告诉他说没关系 可是怎么会没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啊 很痛耶 好好玩喔 好啦 是我的问题 是我需要好好的更多的面对 我也希望自己真的能好好的面对这一切 所以他说假设我们要发展进入可能性的心理气候 甚至改变我们当下痛苦的焦点 那我们要扩展对自己的概念 并且对人类的潜能要有更大的了解 那人类意识目前正处在某一个阶段 在这里面如果人类想要达成他最大的成就的话 这种发展不只是可行的 并且是必要的 所以他说真活活之这样的一个传述赛事心法 这么多年的经验 正在暗示了人类心灵的多重赤源的本质 并且给予了潜藏在每个人之内的一种能力的线索 好 这些都是你们种族传承的一部分 来 我们的种族是什么 人类 所以不要以为是这个中国人或者是客家人或者什么人 我们的种族全名叫什么 人类 这是我们种族传承的一部分 他们显示出这个连结你们居于其中的 已知跟未知的实相的一种心灵桥梁 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巨大的潜藏的心理特质 甚至我们有很巨大的心灵库存 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们上个月 我们在屏东 那许一世跟我们上的课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坊是累积你生命的毒本 对不对 那我们的生命毒本是什么 叫做我们的心灵库藏 无限的丰盛 我们的心理的素质 我们要加强 对不对 那我们外在的拥有 那就是知为莫洁 各位听懂我刚刚这一段话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心灵库藏都是一样的丰盛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神通 可是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又不一定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心理素质 有的对一件事有的人觉得很痛苦 有的人觉得没有什么 有的人觉得哇 这件事争议我所不能 给了我好大的努力 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哇 很惨耶 我怎么会遇见这种事 对不对 心理素质不同 那对于我们固执性的拥有 那有的人觉得 哇 要多少钱 他才会觉得安全 那身体应该要怎么样 他才觉得是健康 可是像我这种人 想真的 啊 奇怪啊 我这么天生就对于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是这么的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我的身体这么多年来 真的就是我的健保卡没有用过 那一个癌症病友十几年没有用过健保卡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对不对 到底是逃避还是真的对身体是有细心的 所以许医师上次就开火玩笑 他说你的手真的好了吗 你要不要再去照个X光 然后如果X光照下来是还没有完全痊愈的 那你一定要知道哦 要打断 然后重新整理 好 我就懂 许医师在做什么 我说是 医生 那是啊 我真的整得好了吗 还是我只是在自我欺骗 还是我只是在硬硬 诶 这就是阿星昨天上山 他觉得他看了我很多的文章 他每一篇文章都很仔细的看 他的结论就是硬硬 对不对 好开心 你们这样都要觉得好开心 真的有没有病 觉得有病吗 我要讲就是我的心理素质 我发现这几年 我只要理解了这件事是为什么 我就会有一种 好开心 因为好像我活着的目的 你是为了要来理解 这件事怎么了 我怎么了 而不是要去做一个解决 外面问题的这个焦点 比如说我会开心 或我过得很自在 有时候这样的周车 我会不会很轻松 然后我亲眼给自己禁足 我就开玩笑说给自己禁足 然后禁足在哪里 我就是禁足在赛斯莱跟平东 那工作上我给自己禁足 可是在私人的生活里 我又跟孩子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孩子只要回来 我就会煮饭给他们吃 然后跟他们一起去 那个澄清湖走一走看看爸爸 甚至孩子也想要带妈妈出国旅行 那以前我会觉得妈妈很忙 算了不要多此一举不要麻烦 可是我今年就答应孩子 答应儿子说 好你决定要去哪里 那妈妈就跟去了这样 所以我来讲 所以我来讲 我在公式上 我开始给自己禁足 我不想再让自己过度的疗累 可是呢 在私人的生活里 我给了自己更大的空间 给了自己更多的 可以去跟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亲人 更多互动的时间 那这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14年来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我只是觉得在这些年来 外面的物质条件也许没有更好 相较于当时我在婚姻里 其实并没有更好 可是我的心里的丰盛度 我的心里的喜悦度 我心里的快乐 是超过我当时在婚姻里 那种好像被保护着 那所有的一切都被支持着 那有什么事情 有靠在一个男人身上就好了 相较于那时候的我 现在是开心多了 可是我也不是说 那时候靠在一个男人身上不好 毕竟人家也是对我很好嘛 也真的什么都是给我用最好的 然后我们家一家试口 用最好的一定是我 这是我签证规定的 只要是妈妈一定要用最好 然后再来是孩子赤字 然后他最赤字这样 所以相较于我在婚姻里 我现在的物质上 并没有过得更好 没有那时候过得更好 那时候我要什么 我今天经常讲一句话 除了天上的月亮再不到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想办法 那这样靠在一个男人身上好不好 好 请嫉妒我 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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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嫉妒我 因为在那时候的我是这么的痛苦 各位我刚才觉得很怪 现在可以平衡 可以平衡吗 对 我那时候没有痛苦 我那时候每天都不快乐 然后我先生都说 你为什么不快乐 我实在想不通欸 我这么人这么爱你 然后你要什么 我想尽办法给你 你为什么不快乐 你要怎么样才会快乐 你告诉我 然后我就不快乐啊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活着 我就是不太有用啊 我靠在一个男人身上 然后被这样照顾着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我不过就是煮饭洗衣服 然后照顾孩子 然后他也没有要求我做这些事 我在讲 他连这个都不要求我做 更好玩 就是那时候 他是一个飞行员嘛 他叫校长回家 你们一定想象不到 第一件事就是 掃地拖地 啊我们家的碗 都是男人洗的 不是我洗的 我儿子跟爸爸 会洗衣服洗碗 可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不快乐 我真是有病啊 可是为什么现在 什么事都要自己做 连换个灯泡也要自己来 然后家里东西坏了 没有人可以善良 我要拿着树 我要拿着刀子 砍树 剪 拔草 蒸礼 像那一天就很好玩 但是私人的生活很好笑 我老是闻到瓦斯味 那时候 前面就是上 上两个礼拜 可是因为我们家里 要开放式的 每次 十点多回到家 就觉得 嗯 为什么坐在客厅里 有瓦斯味 那我的一楼是厨房餐厅 我就会走去 他确实有瓦斯味 可是瓦斯都关了啊 没事 然后我就不管他了 反正 我一天回家也没几个小时 他就到三楼睡觉去了 好 上个礼拜 我儿子跟我女儿都回来 他们发现 整头瓦斯都漏光了 意思就是说 确实是瓦斯外露 可是这个妈妈怎么在瓦斯外露的情况下 还活得那么好 哎 怪怪的对不对 然后他赶快请这个 瓦斯杭的人来检查 果然 那开关出问题 我们的瓦斯是放在户外的 所以 真的如果没有老天在保佑我 我会觉得太怪 每天都闻到瓦斯外露 你竟然就这样过了 然后就这样 过了一整个礼拜都没事 然后等孩子发现 整头瓦斯都漏光了 然后请人家赶快来换一个瓦斯头 我怎么会过得这么糊涂啊 可是过得这么糊涂的我 怎么会这么快乐啊 这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东西 男孩子就在跟我讲说 妈妈你会不会 真的太没有现实感 我说我有没有瓦斯外啊 可是我觉得应该没事啊 而且我也去学检查过啊 我都去检查过没事啊 然后瓦斯都关得好好的啊 那因为我很少开火嘛 一个人 所以也没开火啊 所以也没事啊 欸怎么都这么恰恰好都没事呢 那现实的外在条件 也许现在没有比以前更好 可是我的心里的素质 跟心里的强固 跟心里的气候 不知整个觉得好丰盛 好有趣 好好玩 那这就是现在我们跟人家 不太一样的地方 不是我们拥有幻念的什么 而是我们内在的整个心里的感觉 是如此的饱满丰盛 那怎么去跟人家解释 所以这个很难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当你进入赛斯心法的学习 已经不是你想用信念创造 外在的实相是什么了 是你怎么去理解 你整个信念是什么 而这个信念让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而那个生活你开心吗 你喜悦吗 你自在吗 它是不是你要的 那如果是你要的 你就say yes 这个信念用的不错 而且这个信念恰恰好符合我这个时间阶段 可是假设你真的已经在那样的现实的 所谓的实相里感觉受苦 那你可能就要开始理解 你整个主观感受是什么 你整个的价值系统怎么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经历这个东西的整合 这也是今天规之的实相 塞斯的序里面正在提醒的 对不对 我们要对自己有更多的理解 好 接下来 只要你们对自己的本质仍然持有非常局限的观念 我们的存在本质 就无法开始理解一个多重次元的神性或笔咒的实相 在其中所有的意识都独特而不可侵犯 却又热衷于形成具有组织 及意义的无穷尽的关心 好 我相信这个我们也是看懂听不懂 对 意思就是说 假设啦 我们现在对于自己存在的本质 好 先请问各位 我们存在的心理本质是什么 我们这里就是吃吃喝喝 难怪会被误解 连上课都要拿灵嘴吃 灵嘴跟咖啡 全部都是我们志工团团长罗玉如提供的 没有咖啡 连咖啡杯都是他提供的 然后打破了一个之后 他又拿一个上来 谢谢罗玉如 以后你要写罗玉如提供 是这样吗 好 那 请问各位 我们存在的心理本质是什么 来我们一起讲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神功 这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对不对 对 你不会比我多吸一口气嘛 对 因为空气就这么自然的存在这个自然里 那水你想饮用就有 除非你很执着的觉得要喝什么水才好嘛 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回归到物质层面 你去执着于要山泉水还好 还是矿泉水好 还是要逆渗透水还好 这是你面对的 变成不知实相的执着 而不是心灵的本质 所以心灵的本质一定是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神功 聚显于外 就是阳光空气水 每一个人都公平 对不对 对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我们的存在本质 在心里的存在本质 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可是又有没有 我们共同的有一些一样的东西 有 自卑 自责 自怜 自爱 对不对 不平衡 然后感觉不公平 然后觉得这个世界 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坏 一个受害者的心情 所以在心理素质上 有没有受害者跟加害者 有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因为从受害跟加害的过程 成为创造者 有吗 这次家族后来就从受害跟加害的 两个家所里逃出来了 所以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都成为什么 创造者 实相的创造者 对不对 创造谁的实相 自己 对 就我们后来都变成自己实相的创造者 那我们解脱了受害者跟加害者 无穷无尽的轮回家所 那请问 赛斯家族的心理的素质 有没有 因着 徐师这二三十年来的推广 跟赛斯教育基金会 这么多老师的推广 还有各位的落实 有没有整个改变 有 所以我们集体的心理素质 已经跟人家不一样了 对不对 至少我们从受害者跟加害者 成为一个自我实相的创造者 好 可是回到物质实相来 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不见得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有可能因为学习赛斯 而整个关系断毁 我们有可能因为学习赛斯 黑白的白白有白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有这个过程对不对 有没有因为学习赛斯 而本来安生于现实世界的自己 不再安生 变成七月 七月是鬼月啊 七月与安生生 我又讲了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笑话 不过我今天一定要讲这样不好笑的笑话 里面平衡我的不平衡 好 我从安生到七月 我现在从七月回到安生 好终于开心起来了 就是回到物质实相 你不见得拥有比别人多的东西 你可能也没有真正的比别人更多的所谓的七弦指效 五指登科 也许都没有了 甚至我前阵子不是一直在感叹 怎么一回首已经六十几岁 你突然间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突然间你面对了一个现实是 原来我已老已 这个东西在现实上 我们并没有拥有比别人更多 可是我们慢慢的从现实的执着 把自己拉回到存在的本质 那你存在的本质一定是心灵的本质 这样理解吗 这段话要各位 各位如果你真的要使用可能性 你真的要使用未知实相的所有的能量 那各位你一定要打破你对存在本质的认识 不要再焦着在物质实相 其实我们有没有常常焦着在物质实相 有 有啊 我们很焦着啊 而且我们焦着在物质实相的时候 我们简直是不得安生 我们都全部落入契悦了 契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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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那这样就比较好笑了 对 那我们继续看 好 他说如果我们局限在现在存在的本质 而焦着在物质实相 那他说我们就无法开始理解 一个多重次元的神性或宇宙的实相 在这里面所有的意识都独特而不可侵犯 却又热衷于形成具有组织跟意义的无穷性的完形 好 一样他在讲的简单来讲就是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神后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们不能在面前一直笑 这样我会以为你们在笑我 对 好 好 那我们继续看 那再次讲 在他的其他书里面 用了许多已经被接受的概念作为跳板 把读者带到其他的了解层面 在这儿他想说明的是 这本书就是未知的实相 将开创一段旅程 在这里面可能看起来熟悉的东西 已经被远远的留在后面了 哇 我们今天开始这本书是对的 好 但是当赛斯结束的时候 他希望我们会发现 这已知的实相 甚至变得更可贵 他没有要你抛弃不止实相 所以这本书 徐医师在台中总会 当时是台中总会 现在我们叫做赛斯教育中心 那从民国一百年开始讲 民国一百年到去年才结束 将近八年的时间 这本书才讲完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我们赛斯海又重新 启动未知的实相 当然我讲的一定没有徐医师讲的好 可是我尽量用我亲身的生命经验 来跟各位分享 我是怎么从一个不理解自己 在个人实相本质飘飘荡荡的自己 走入灵魂永生 走入健康之道 在走进未知的实相 那有一天我们就一定要创造 徐医师说的三个丰盛 那第一个丰盛是什么 身体健康的丰盛 身心健康的丰盛 第二个丰盛呢 心理的丰盛 对不对 第三个丰盛呢 物质的丰盛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今天一直要我们做三个丰盛 那这里赛斯也讲 这本书它会帮我们带离开物质 对不对 它会把现在我们胶着的物质实相 远远的抛开 可是它最后又会帮我们带回到物质 有没有很像基金会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有没有远远的把现实世界抛开 我们一群人在打开一条心理的通路 而这一条心理通路在打开的过程 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在 自我面对自己更黑暗的那一部分 有没有 那一个部分曾经我们这么害怕 我们不敢接受 我们远远的把它关锁在我们的心理小事 有没有这几年 许医师大刀破斧的 对赛斯家族一直强迫我们大家 强迫 没有强迫 引导我们大家 以后用词遣致 我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也是我说话不得体 常常得罪很多人的地方 先说抱歉 但是在引导各位 在引导各位自我面对 在引导各位做更多黑暗面的承认跟接纳 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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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承认不容易 而且几次的挫败 几次的不堪 几次的想跳楼 对 很正常啊 你怎么去接纳你的小心眼 爱生气 爱基督 爱比较 爱比较 我怎么去接纳承认自己这个部分 甚至已经老了 每次要上视讯还要化妆 你敢不敢不要化妆上来 我先说我不敢 因为现在实在是越老越来漂亮 那怎么办 承认 好 那 我觉得这段路不好走 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用未知的实相 来协助自己 看自己是怎么把自己带离开 解离掉 进入自以为神通的那个部分 那真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 那几年的直播 给了我好大的帮助 我看到我跟梦的连结 我看到我自己在梦跟醒的世界 如此的飘荡 我看到当我的理想 跟现实产生巨大的鸿沟的时候 我是如何的无法跨越 我是如何的陷落在那个深沟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根本就是一个过程 那这本书现在在告诉我们 那他会先把我们带离开我们的现实实相 然后再把它还回来 我们日常生活最亲密的部分 它会浮现出来 那在个人与群体的双方面 你对个人的观念限制了你 所以是什么限制了自己 观念观念观念 而不是行动 对不对 所以是观念限制了你 然后你们的宗教 行上学历史甚至科学都依照你们对你是谁 或是什么的概念而定 对不对 我们过去所学的 知性所学的一切 有没有都是在看你外在看到的是谁 对吧 对吧 你今天长得像女人还是男人 有没有要先看清楚 对啊 可是我说喔 未来的世界是没有年龄 没有性格 无理无性的文明来了 可是我们能接纳吗 我们面对了没有吗 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刚刚中场播的是什么 漂亮姐姐啊 就是漂亮姐姐请吃饭的韩剧啊 全名我不记得啊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那她在讲的是什么 姐弟恋啊 还要想那么久 而且现在的姐弟恋 好像年龄越差越远 对不对 以前两三岁已经算姐弟恋 现在十岁八岁 甚至有二十几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 已经破除了 你过去对年龄的设限 对 嗯 现在不只韩剧这样播嘛 好像 台湾剧也有这样播 道路剧也有 对不对 什么姐的年代啊 什么我的男孩 哎呀你怎么都不看戏啊 我虽然乱转 我也会看到啊 是实相播一样吗 嗯哦好 哈哈哈哈 这次sorry哦 好 好 对 心理学并没有解释 你们自己的实相 他们无法涵盖你们的经验 宗教也并没有解释 你们更大的实相 而科学也让你们对于 居住其中的宇宙本质 同样的无知 哇塞斯在这本书 怎么应该是写序 就写的这么的 有力 第一 宗教没有解释我们更大的实相 心理学也没有解释我们的实相 还有科学也没有让我们更理解 我们存在或不存在的实相 那谁会带我们理解这一切 塞斯 他不能坐在这里 他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这些机构跟学问都是由个人组成的 而每个人也都被自己对私人实相的局限概念所限制 所以我们将以个人实相来开始 而且也永远会回到他的上面 这本书里的概念是想要扩展每个读者的私人实相 哇太棒了 是要扩展我们个人的私人实相 他们也许看起来很神秘或很复杂 但认为一个决心想要了解自己 跟其更大世界的未知因素本质的人 都有能力气急 这句话好安慰我们 只要你下定决心想要了解个人实相 只要你下定决心想要回归心里的本质 这本书就可以带领我们 Touch down 好开心 对不对 开心 好 那这本书呢有一个诗人的开始 就是曾罗伯之的先生 罗伯伯之对他母亲的史 这是在1973年的11月19号 想要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在有一节课里 就是1970年的2月4号 那他拿出了一些旧照片 现在史后生活的描述 通常与众所接受的一个自己的旧概念 跟个人性的局限观念一致 不过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 来开始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的开始 是从罗的母亲的史王 而罗想了解一个未知的实相 所以他拿出一些旧照片 然后让塞斯开始打开未知的实相 所以有没有也跟史王有关 有 对 那我个人会开始看灵魂永生 也是因为在经历那一段 恶苦民心的生理死别 那一个习惯靠在人人身上的旅人 就从那一段生理死别例 开始走上自己的旅程 哇 不容易 不容易 好 那一年我49岁 对 那再经过14年后 那就知道我现在几岁了 怎么会不感叹呢 对 好 那当自己活在肉体中的时候 他是多重资源的 好好玩喔 你活在肉体中 可是你是多重资源的 有没有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 以前的观念是 你活在这个肉体里 你仿佛就被关在这个肉体里的 你怎么可能是多重资源的 对 可是这一句话就先打开了 你现在活在肉体中 可是你是多重资源的 小心不要分裂掉 因为这很容易精神分裂 来 没有 来 继续 他是灵性跟心理本体的胜利 不断有无数的可能实相中 选择 重要是选择 选择他自己清晰而坚定不移的焦点 你懂喔 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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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你被命定 你只能选这个焦点 当然我们要先跟你讲 可能性都在你周边 接着告诉你是一个选择 你选择在诸多可能性当中 选择一个焦点 比如说我现在的焦点 我此刻 我此刻 坐在这里 我是赛斯海的主任 我又选择一个焦点 有 我选择我在赛斯海 对所有的认识跟不认识的人 讲 未知的实相 所以我现在有没有聚焦在这一刻 有 那我聚焦在这一刻 我的能力就被专门化了 可是如果不聚焦在这一刻 我现在选择坐在这里 那我有没有也可以 用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开 也可以啊 可是这时候我就会怎样 散散乱乱的 你们看到的我 就飘移不定 对不对 可是现在各位看到我 应该是 很聚焦吧 好 我很聚焦 心气吐气 放轻松 好 就是这几天 我们在经历一些事的时候 好像都会这样提醒 好 他是领清真心理本体的胜利 不断有无数的可能实相中 选择他自己清晰而坚定不移的焦点 当你没有认识词炼的时候 你就会把所有旧的误解 投射到死后生活上 你预期死者跟生者 哎多少不同 如果你真相信来生 但也许更平静些 更明白些 并且运气好的话 会更锐智些 事实上是在人生里 你很巧妙 却又完美的悬在实相之间 而在死后比也一样 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 来解释罗的母亲 在死后所得到的大幅度的自由 但也解释他生前 就在他的实相的这些成分 在意识上 由于人类对心灵本质的观念 那对罗的母亲而言 是惯例的 请问对各位而言 是不是也是惯例的 是 那我偶尔会评论 这些属于 博之家庭的照片 但任何读者 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老照片 而问同样的问题 把在此处所说的 应用到私人经验上 那未知的实相 你是他以知的同等物 好这句话画三条线 未知的实相 你是他以知的同等物 意思你要看你现在风不丰盛 你就看你对于你未知的存在 够不够宽 够不够深 够不够广 不懂 没关系 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解释 那么 来 我们开始认识你自己 当你变得熟悉 这些概念的时候 你的意识就会扩展 那赛斯说 他代表我们的存在之那些 已然了物的部分 那赛斯的声音 也从你 也在其中享有经验的 心灵阶层升起 所以 请听自己的知晓吧 好 那 结束今天的序言 那 请听我们的内在知晓者 他一定有话要跟我们讲 那 请听自己 用在的声音 是我们 微知的实相 在赛斯海的首播 的一个最美的结婚 好 祝福大家 赛吉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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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